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替父相亲呀 怎么了 不可以吗 嘿 不行 想玩过家家去遍玩去 别打了我讨话 走走走 让 叔叔 你这么大个人 才小孩子的地盘 你修不修 哥哥说要对 笑笑对对 你们两个野孩子 我今天替你们父母好好教育教育你 你 双手 你一个大男人竟然当街欺负两个小孩 你好意思吗 哇 那个姐姐好酷 哥哥可看 哪来的小姑娘 我在来教育孩子呢 我劝你少管先生 就算是孩子的父亲 也不能当街动手打人吧 姐姐 他不是我们的爸爸 我是来相亲的 你去广城打听打听 谁不知道我李凯的名号 李凯 你就是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李凯 你就是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你是徐雨晴 徐小姐 我对你的长相非常满 不知道你对我还满意 我不满意 我告诉你 我可是独生子 我有两套房 我年薪百万 配你这样的绰绰有余 天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在城南还有一套大房子呢 你们在城南郊区的房子 连我家一个特色的价钱都没有 大叔 你的屁股是有多大呀 得用那么大个厕所 小兔崽子 你不是说他嘴给我闭上 李先生 你的条件确实很好 但我不感兴趣 徐小姐 你穿成这样 你不就是想让男人多看你几样 放手 你看 还有你这耳朵 这一看就像出来卖的 是吧 嘴里吐出像牙 穿的不三不四 你你装什么清高呀 你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去告你诽谤 你放手 放手 你敢踩我 爸爸是刚刚那个坏叔叔欺负了我好哥哥 是这个姐姐救了我们 我隐身眼镜了 就隐身 谢谢你救我了 我也比较感谢 能给我留一个你的相声吗 不用了 急手之了 这是我文件 有什么需要打算你去吧 不用这么客气 姐姐你有个事吗 那我们先走 妈 徐雨晴 你长本事了 连相亲对象都敢打 妈 是他想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 你不要以为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逃过相亲 没门 下一场相亲的位置 我已经发给你了 你赶紧的把自己嫁出去 你弟还等着你的彩礼钱 娶媳妇呢 原来 我只是你儿子在彩礼的工具 牧总 牧老夫人在您办牧室 等您很久了 说是给您安排了相亲 问您什么时候回来 刚刚说我在公居室 没公居室 可是 没有公居室 这人带着安全帽 应该就是我妈说的包包 和相亲对象啊 是他 你是 陆长风 我是 你不记得我吗 我是你的相亲对象 徐宇晴 你不记得我吗 什么 我说是什么 没事 他这是认错人了 还是装作不认识 我今年27岁 贷款一百万成功 有数个月 目前是也这个问题 哦 啊 当然 这条条都是表面的东西 实际上 我这个人脾气非常不好 平时呢 就喜欢出去 喝酒打架 还喜欢叶不归宿 故意搞达相亲 有点意思 这都没反应啊 可能是个硬茬 我妈说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 所以以后你每个月的工资都得升仓 每个月 我给你 四百块钱 台里什么的 月月月 毕竟我还有力 是要帮着的 我就不信你受得了伏地磨 我觉得 来来吧 来给我翻脸吧 我觉得四百块有点多 三百块 我平时不怎么办 你说什么啊 你说这些条件 我都能做到 而且我都做到 你确定 你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我确定 这么厉害的条件 他都能接受 这人该不会脑心有病吧 但是 可然都是重 下一年就叫委婉翻脸了 我有两个 我接受你的记者 真的 你有两个孩子 你有两个孩子 他 他真的不记 你如果不满电话 满意啊 我非常满意 你个通胶妈这种好事 倒是灯笼也找不到啊 沐先生 我听没人说 你是搞建筑的 真的 那你平时工作 应该挺名的 是有的吗 太忙了吧 意味着不用经常见面 每个月按时大线 这不就是我理想的婚姻生活吗 我可真是这个地方 徐雨晴 你到相亲的地方没有 已经到了 那就行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一次再敢搞砸 让你递取媳妇的钱扑空 那你就再也不用回这个家了 爸爸 我好喜欢那天那个小姐姐 我想让她 是我和哥哥的妈妈 她如果真能对孩子好 倒是个不错的解释对象 各位先生 我觉得你非常满意 如果你觉得我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就丙正买 今天 对啊 你就是这样跟我闪回来 你不是后悔的 我都敢为了创业贷款百万 闪个荒而已 有什么好后悔的 之前那一百万是我的个人债务 不用你帮我 这是我提前礼定的婚前债务协议 你先看完 觉得没问题再签 这女人 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我们都结婚了 是不是应该见一下家长啊 的确应该 第一次见面 空中不去 我去选一件品 你先去 我先回家跟我妈妈说一声 好 雨晴 怎么了 还没有你的联系方式 我的结婚 我的结婚 好了 有什么事我给你电话 两个 让你相亲的对象叫沐长风 你认错人也就罢了啊 彩礼钱都没谈好 你就敢跟人家闪婚你 他还带着两个通过瓶呢 这财礼钱就大打折扣了 是你刚刚说相信你像是个工人 所以我以为带过安全帽就是 没想到这么下 居然又想到图名 在 你闪婚的 不会是个农民工吧 哎呦我的妈呀 农民工他能有多少钱呀 你能去我 我 我 哎哎我 下下下下下下 啊 先别生气 雨晴他也不是故意的吧 你还替着他说话 你自己看看啊 他搅黄了多少次相亲了 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来 给我拿着 找那个男人立马离婚 要不然不要怪我不认这个女儿 喂长风抱歉 是我认错了相亲对象 这婚 我们还是离了吧 你说说啊 这二婚跟偷婚 这财力钱相差要多大呢 活了 你等着 我现在去找你 不是二姐 你那个傻瓜嫩相 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咱们这一大家子的人 就等他一个臭农民工 架子也太大了 不想想你可以走啊 你 雨晴 妈给你接触了那么多 条件不错的相亲对象 你偏选了个农民工 你是不是 不宜跟妈做美 姐 我选谁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你姐说的有错吗 我告诉你 徐雨晴 等会那个农民工来了 要是拿不出一百万彩礼 你们这婚事啊 就免谈 一百万 妈 你这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 怎么说话的 你弟弟的婚期马上就要定下来了 你彩礼还差一大截呢 你作为姐姐 用你的彩礼来补贴弟弟 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他有手有脚 想要钱可以自己去挣啊 你看看你大姐 当初我说用他的彩礼钱 给你弟弟买婚房 人家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那同样是姐姐 怎么这么自私呢 哎呀 妈 你别生气了 雨晴 嫁了个农民工 一年的工资啊 对我家家明一个月挣得多 拿不出来也正常 我不管那些 要是拿不出来钱呀 就立马给我离婚 蛋 你如果想要把我卖给那些有费 人 去换我弟的彩礼去 那这婚 绝对不可能 徐雨晴 我还管不了你了是吧啊 我现在等你一会儿 那又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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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uer到了 你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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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肯不肯不肯不肯 也不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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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農民工来我家 我都想伤了我们的地 大姐 长风是我丈夫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我说错了吗 我还真是 推辞进门是空着手的 你看看他 一骨子穷酸味 雨晴啊 你这挑男人的眼光 也不怎么样 长风是我临时喊来的 来不及准备礼物很正常 你说话至于这么刻薄吗 我只是缠述事实而已 哪里坑 当年大姐夫 可是拿着二十多件东西 当上门礼的 他一个农民工 连个水果都不知道提 真不知道我是真穷呀 还是真抠呀 徐薇 你用的着这么瞧不起人吗 我可没有瞧不起 二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要是真穷 以后你们的日子要不好过 可千万不要回来占我们平衡 徐薇 你还是我弟吗 做这种犯 别说我的空手 这是晚辈给二位准备了一些薄力 这个可是限量版的钻石项链 我只在杂志上见过 是吗 二姐 你这哪是找了个穷光蛋 这分明是财神爷吗 我说妹夫 你一个农民工 为了面子来找人演戏撑场子 大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这个珠宝是个地摊货 假的 大姐 你怎么知道 你姐夫可是牧师集团公司的经理 他之前跟我说过 这款降両板钻石项链 是被他们牧师总裁拍下 装大款有个优着点 没想到 会被我戳砖吧 一个假货 也敢拿来送人 本来 你没找到金龟石 没想到 是个穷中算的 许文 你别太过分 李吴准备了这心意 你怎么能这么践踏别人的尊严 是啊 李吴说的对 心意最重要 坐那去 爸 爸可不能这么说 第一次上门就送假珠宝 这么明摆着 没把我们家人放在眼里 觉得我们不识货 长风是我丈夫 我相信他 你不用赶快接受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撑吵了才这样的 我都懂 不用紧张 我护着你 孟先生 我不管你这些玩意儿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就想问一句 彩礼钱 你能给我 妈 自然是雨晴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还在吹牛 好 我们家有一百万 你给他请 许维你别太过分 长风就是普通的家庭 一百万对他来说 这不是在为难他吗 好 一百万 不出 你出 我说妹子 拿不出来 这拿不出来 别在这儿打肚脸充胖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一定拿你 一百万怕是要掏钢钢的家庭 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不行 绝对不能这样 彩礼有一分都不要 你胡说什么呢 我还是那句话 想要钱 就自己去挣 不要总看着别人的 你丫头 我把你养大 是让你来跟我做对的吗 让我看看 伯母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可雨晴她是成年人 还有自己的想法 你们不应该强加 干涉她的决定和选择 我在管教我自己的女儿 你凭什么在这说三道四的 徐雨晴 你说不要彩礼就不要彩礼 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 我说她是丈夫 我有责任护理她 再说 我确实雨晴了 彩礼自然是给她的 其他人 没有资格支配啊 你 你看看 这就是你给我找的好女婿是吗 妈 这么多年 你一直跟我说我是姐姐 要照顾弟弟 所以她的学费生活费哪一样不是我出的 甚至她每次在外面闹事 拿钱百钱的人还不是我吗 我做的还不够吗 你是姐姐 这些不都是你应该做的吗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给许薇一分钱 徐雨晴 你成玩意了是吧 你以后如果不管你弟弟 那你就不要再进这个家门了 雨晴 既然这个家不欢迎你 我带你走 走 好啊 走了就别回来了 老婆 大家都是一家人 徐雨晴 你想好了 你到底是要这个农民工啊 还是要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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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你倒是要吃药这个农民工啊 还是要是要家家 这个家我早就带购了 滚滚都滚 一辈子都别回来了 滚滚滚滚 滚都滚 谢谢啊 今天 让你看笑我 还很难过呢 我只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亲战会不会的钱又进不了 现在被赶出来了 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放心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睡大惊 希望他到时候别被吓了 我只想找个普通人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他想要门当户对 那我还是先不要和他坦白睡 免得他接受不了 哎 对了 我果园里还有两间房子 我们可以搬到那里住 不行 我是你老婆 我有能力给你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当你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我现在带你看 我再为你着 唐哥 现在赚钱都这么难吗 卖楼的都这么绝 啊 总 莫先生欢迎 唱歌 我怎么觉得他们都对你这么尊敬 哦 可能是他们本身都比较有礼貌的 你不是说了吗 现在赚钱非常不容易 所以 收了物不卷一点 我们把房子买出来 对吧 你说的好久当了 跳了好久就有点奇怪了 没什么奇怪了 坐 长方 5万一平 这么贵 长方 要不我们的婚房先别买了 我果园里还有屋子 还能凑合一整 把钱留给孩子们呢吧 哦 别担心 我带银行带领 之前不是这样的员工吗 他们给我那股价 所以能优惠不少 哈哈 行吗 对 走 哎 哎 超方 海报上的人怎么跟你长的硬模一样啊 哎 超方 海报上的人怎么跟你长的硬模一样啊 哦 哎呦 我想起来了 我之前不是在这上班吗 他们觉得我形象不错 所以让我拍了一个宣传照 好买房子 哈哈 啊 啊 这样 啥子 我还以为你是他们老板的 这怎么可能呢 啊 穆先生 请随我一部办公室掐合同 哦 好 好 这边去 徐雨晴 呦 还真是你啊老同学 你别告诉我 你是来这儿 没房子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就你啊 这可是牧师地产旗下的楼盘 最便宜的房价 都要五万 你一个大学避设抄袭 没拿到毕业证 还被设计件封杀的抄袭 哪儿的钱 我来这儿干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还有 当年避设我有没有抄袭 你心里清楚 我警告你 别乱说 证据确凿的事 还狡辩你 最后再警告你 我没有抄袭 你别走啊 你就是被戳中痛点 心虚了 要是我告诉你 我马上 就要当牧师集团的首席 设计师了 你一个当年设计院的才女 却负债百万 一事无成 是不是无地自容 想找个地方 翻进去 我 莫师集团竟然挑选你这种 大手势 看来这选拔标准 还真是大乎如此 你 徐雨晴 你这么着急走 是要去见你那个农民工老公吗 你怎么知道我结婚了 你弟早就发朋友圈 说明原因 跟你断局姐弟关系了 徐雨晴 你真的一点姐弟钱都不念吗 徐雨晴 你都被赶出家门 无家可归了 不会是想来这儿找份工作吧 你要是实在缺钱 跪下来求求我 说不定呀 还可以给你在 牧师集团找个当宝洁的活儿 你知道吗 沈家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还有我工作的事 不劳你操心 徐雨晴 我的手要是受伤画不了图 牧师集团老板不会放过你的 沈家 牧师集团新聘请的林源设计师 喂 牧总 黄总 小小家的不是资格吗 是 牧总 好啊 那你就去跟牧家人说 让他们放马过来 徐雨晴 你站住 那上马 成华哥哥 人家来陪你看房子 遇到了我们老同学徐雨晴 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他突然发疯似的 上来弄伤了我的手 徐雨晴 我们才几年没见 你怎么被他知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弄成家家庭 现在立刻给他道歉 成华 没想到几年不见 你还是跟之前一样没脑子 几句话就被沈家伙团团转了 徐雨晴 谁给你的胆子 敢这种口气跟我 你知不知道 这儿是我的地方 我分分钟就能让人把你丢出去 说来说去就这几句 我实在听都听一眼了 哎呀 现在我知道牧师集团选人用人标准 感谢你们的提醒 我以后会避雷这家公司 和牧师 就凭你了 做梦 你以为人什么东西 一个烂种树的 还望想攀上牧师 你给我们家家 又想道歉 这事儿脏子算了 不过你奶那个腿啊 你 徐雨晴 你看看 这可是牧师集团手心秘书方秘书的来电 我会让你亲耳听到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站下 沈女士 喂方秘书 我知道你很着急想让我过去 不过 我的手现在被人弄伤了 你明天不用去公司了 你不用去公司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被警告 怎么怎么会这样 真是挺有差距的 至少我现在不是午夜游民 没事的 姐姐啊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饮的能力 牧师不可能解误了 可是 好吧 别担心 我和牧师合作这么久 他一定会让你重回原位 真的吗 放心吧 程尚 你对我可真好 你懒得一下 徐雨晴 今天你不给我们家家道歉 你哪也别想去 你就是寿楼部的吴经理吧 正是 来得正好 把这个女人给我弄回去 你们干什么 你们交错人了 你们交错人了 哎 你交错人了 吴阳 这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 我可是你们牧师的合作伙伴 你赶紧让你的人把我女人放了 把这个女人给我抓起来 这样 我就可以不和你们牧师说你的所作所为 否则 程少爷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就在五分钟之前 牧师刚刚停止了 与城家所有的业务 牧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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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做呀 吧 你赶紧给我回来 准备礼物 跟我跟牧家道歉 好 吴将军 你能不能告诉我 牧总为什么要突然撤资啊 牧总说了 许小姐对她来说非常重要 任何得罪许小姐的行为 都是在与牧家作对 牧总 我不认识什么牧总 真的 姓牧 难道是牧长风 难道是牧长风 什么事 难道是牧长风 不可能 他不过是个搞建筑的 你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牧总怎么会看中一个抄袭 啊 我明白了 剧情 怪不得你这么整 能拍照牧总 不愧是我们总裁夫人 你敢打我 再这里吐是象牙 我就再给你一巴掌 来呀 把他给我丢出去 我等着 哎呀 抱歉 夫 哎 徐小姐 刚才让您受惊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吴经理 谢谢您帮我解围 我想见一下您口中的牧总 您能带我去见他吗 行 您跟我来 啊 您请您请 牧总 沈家已经被解雇了 至于他口中 夫人抄袭的那件事情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 哦 徐小姐您看 牧总就在走廊镜头的休息室 您去吧 好的 谢谢您不见面 别客气 您请 谢谢 长风 您怎么在这儿 哎 哎 这不是上午 你跳舞的吗 介绍一下 帮助 牧师集团首席 我落不去 哈哈哈哈 啊 你你不是刚才被人欺负了 所以找了 忘了 啊是 我和长风啊是多年的好朋友的 上学那会没少帮我 所以听他被欺负了 我兄弟妈我就 过来了 对对对 嗯 嗯 我今天你说是牧总 嗯 是老方借用的牧 牧总的名号 我和还有港编部的名字 对 对吧 对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牧总 你会帮我这样的想法 哎 帮医生 谢谢你 哎哎不 啊我的意思是 不用客气 哎 嗯 如果牧总知道这件事的话 你会不会受牵连 不然我跟长风之间 怎么也是呢 不会 开除他是牧总的意思 所以 他也配不上那个情味 对吧 老方哎 你刚才不是说 你要和牧总汇报这个工作吗 啊是 那我就先走了 你们先聊 你们先聊 那 吓死我了 我一进来还以为你就是牧总 离婚协议怎么拟我都想好了 雨晴 你就这么不喜欢有钱人吗 是啊 我不太喜欢身份差异太大的婚姻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看来 我还是要继续隐瞒身份才行 进来吧 现在房子还真是方便 都能绝对拎摸入住了 你喜欢就好 既然房子是你买的 那我就不得你和孩子你最细菊 算够狠了 啊 今天是我们班新家第一天 好好庆祝一下 这样我去买点菜 以后就来给你好好露一声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你不是请假出来 一会还有个工具呢 我一个人快去看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 感觉也挺不错的 啊 抢劫 抢劫 抢劫了 跑得那么快 什么人啊 老年人的东西都吃了 奶奶您的包 看看东西勺了没 哎哟 谢谢你的小姑娘 哈哈哈 不用客气啊 奶奶 您年纪大了 一个人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那我得赶紧去抢劫 哎呀 等等小姑娘 你救了我 帮了我 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叫什么名字 不用客气奶奶 举手至劳 能不能炒我的菜 这姑娘长得不错 嘿嘿 乐意助人还不求回报 还这么会过日子 这不就是我梦中的孙媳妇吗 雨晴你不要 奶奶 你怎么来了 我能不来吗 你结了个婚有了个家 你把这个老太婆都给忘了 奶奶 您说这哪里话呀 您来了正好 雨晴她正在 我可不是来吃饭的 我呀 是让你跟那个女人来给婚的 我是不会理会 这个女人 她背了一身的债 你到底喜欢的什么 奶奶 您调查她 您一声不吭的就给我闪婚 我能不调查她吗 哎呦 长风 奶奶跟你说啊 刚才奶奶呀 在楼底下碰到了个女孩 而且呢 她呀 近一回不求回报 而且呢 还长得漂亮 你和这个女人离婚 把那个女孩呢 娶回来 奶奶 我已经结婚了 我是不会娶其他人的 这个女人给你 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你 你为了她 连家都不要了 你请我呀 奶奶 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回家了 这只是暂时了 等我处理好这所有事 我就带她回去见您 我见 你呀 就是被她迷了心智 好赖不分 那我就给你周时间哦 和这个女人 撇亲关系 哎 小姑娘 怎么又遇见你了 真巧 这样 这叫缘分 是啊 哎 你怎么你在这住吗 啊 对我跟我丈夫 还有他两个孩子 刚搬过来 怎么结婚了 还有孩子 嗯 孩子是我丈夫的 我是他们的后妈 年纪轻轻的就当了后妈 肯定是被男人骗了 奶奶 时间不早了 我要回去做饭了 我丈夫下午还等着去工程 你等等 你听奶奶说啊 你呀 千万别被别的男人给骗了 你听啊 你这丈夫就没有什么工作能力 他就是来骗你 给他 看孩子 揍他的 奶奶 我丈夫他人很好的 嗯 嫁人 不光是人好 生活条件好才行啊 另外呢 我一个孙子 三十多岁 在大集团里工作 从来呀 都没有谈过恋爱 可比你的丈夫呀 强多了 不然来 咱俩家估计 我把我孙子的照片 发给你 不要了奶奶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哎呦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长方 我刚刚碰到一个奶奶 我都说我结婚了 他还非要把他送的介绍给我 一直不让我走 该不会是人贩子吧 利用我们对老年人的痛心心 那年头 人贩子手段都这么高了吗 有可能 所以以后你出门 你要我多加信息 实在不行 我接你上去吧 不用不用 你工地的位置 离我果然位置 还有一段距离的 我一个人可以的 我是你老公 你的任何事 对于我来说都不 你成了吗 没有 是太热了 我我先去做饭了 我 莫先生 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您的孩子出事了 这位家长 您冷静一点 这两个同学的家长马上就来了 冷静 他打了我儿子 你怎么冷静 我根本就没碰他 这草学骂人 还追了我的妹妹 我儿子妈你怎么了 啊 骂错了吗 你们本来就是没妈的野孩子 还不让人说了 你胡说 我们有妈妈 就是 我们有妈妈 我们的妈妈 还是个大美人 天然 我在学校待了这么久 连一次也没有见到你妈妈 刚刚跟你叫她妈妈了 确实没有 但是她 你看 这就是没妈教的野孩子 赵老师 像这狂话诚信 具有暴力倾向的野孩子 你把他留在学校 不让其他同学怎么办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 就让他们给我儿子 赔一道歉 道完歉 把他们赶出学校 对方是学校的股东 又是上市集团的老板 我得罪不起 孙山区 你们快给这个同学和家长道歉 我们没做错 是什么道歉 我们没做错 我们有妈妈 如果有妈妈 你们妈妈咋 还会来发黄金 是谁说 我的孩子没有妈妈的 这么强 竟然是他们 哥哥 是上次的姐姐 她成了我们的妈妈 别怕 妈妈来保护你们了 你就是这两崴子的妈呀 先生 想注意你说话的言辞 他们打了我儿子 我还注意什么言辞 你胡说 我压根着没有动他 是他自己跌倒的 小崽子还撒谎是不是 先生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动手啊 滚 没事吧 再交给我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欺负完我的孩子 欺负我老婆是个 这笔账我要给你好毛色 就凭你啊 我告诉你啊 让这两个孩子 给我儿子道歉 要不然 我跟你没完 快松手 什么名字呢 我不管他是谁 我孩子没有做错任何事 没有平白无辜 受到你的委屈的理由 不屈不全微 唐红尖是有权利的 老夫子 哎呀快松手 你哥哥断了 想让我松口也可以 给我老婆孩子 陪你道歉 嘴还挺硬啊 看来还不够疼啊 我道歉我道歉我道歉 对不起我错了 大脸上 对不起我错了 对不起我错了 啊 再等有下次绝对跟我亲王 老婆我们回家吧 好 等等 打了我就想找 没门 现在还能回家 走 哥哥哥 你打了我这件事 你这么算 告你轻着弄着 我沐家人 你也敢告我 沐家 我沐家算个什么 我 你是牧师集团总裁 沐长峰 你现在知道 你都算我了 今天那事啊 沐家一定会追究到的 我就能不是这个大伙 我的机会完蛋了 哎呀 哎呀 对 这个大伙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那位家长 仗上是学校的股东 一直给我施压 我实在是不敢得罪 不过刚刚 他已经被我们学校赶出去了 而且你们孩子在学校里 一定不会再受欺负了 真的非常客气 被赶出去了 你刚刚不是还说 他是股东吗 他 一定是爸爸 因为爸爸他 嗯 宝贝 你刚刚说什么 没什么 月月只是想说 爸爸最疼我了 一会想办法 帮我们消气的 走吧 回家吧 谢谢你 刚刚帮了我和月月 不用那么见外 我们可是一家人 我也要妈妈亲亲 我们月月宝贝真是又乖又可爱 那我们回家吧 走 走 走 妈妈回家给你们做大餐 原来有妈妈味道的饭 是这样的 真好吃 月月宝贝嘴真甜 不是 以后我天天都要吃妈妈做的饭 就你最长 以后妈妈天天都给你们做饭吃 好不好 好耶 谢谢妈妈 妈妈真好 好了 赶紧洗洗准备睡了 走 走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在洗澡 我先走了 沐太太 结婚第一天 你就要分房睡觉 我只是觉得 我 我们现在就睡一起 是不是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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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睡了 明天早上还要给孩子们做早餐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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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睡了 你 关灯 你以为了 嗯 嗯 你没什么 嗯 你放心 在你没有准备好之前 我是不会抢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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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太 你要是再不老实了 今天啊谁都比老实 结婚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这个女人到底给常换了什么离婚汤了 迷得他连家都不 我想个办法让他来离婚 老夫人 既然大少爷不相信你的话 不如咱们坏这种方式如何 让那个女人在大小孩面前露出她的真面 或许大少爷就会主动提出离婚了 好 就爱说办 嗯 哎呦 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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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你没事吧 真的 刚才是您救了我 坏了 这人不会想碰死吧 不是 我敢让他否认 哎 姑娘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答应你 我 我没救你 不用啊 哎 姑娘刚才我都晕倒了 要不是你喊我起来 我一辈子都躺这儿了 既然你不想要钱 那我也可以以身相许 我去 这人不会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啊 先生 我已经结婚了啊 抱歉 这姑娘不上钩 我认我没法交差啊 姑娘 你拒绝我啊 一定是对我的财力一无所知 看你先生的出行方式呀 就知道你丈夫 经济状况不怎么样 这样 你离了婚 跟着我 坐好车 看名牌 住大别墅 啊 我我先生啊 对我非常好 我还有点急事啊 我就先走了 再见 妈妈特训我 就等你公司走人 哎哎哎不行 你不答应我呀 不能走 你是真病 你让我看 没事吧 成风你怎么来了 我碰巧路过 你谁啊 我 别让大车车车车车车车 啊 抱歉 打扰打扰了 没事吧 没受伤 没事吧 没受伤 炒包 刚刚这个人好像有生病病了 一直在对我属性莫名其名的 你遇见危险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觉得没什么事啊 我自己能解决 雨晴啊 你是不是忘记你有老公了 下次遇见这种事儿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马夫人大少爷突然出现 试探失败了 哼 这个女人 她还挺沉嘴不气啊 那我们启动B计划 美男计 给我继续试 试 试 美女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 诶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愿意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 我这两天是犯了太岁吗 怎么进玉琪吧 不用了 我啊 已婚戴俩娃 你去追求别人吧 诶 美女 我是认真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是认真 你相信我 起来 哎呦 神经病啊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不如往家保镖吗 上 上 滚 啊 畅畅 我最近是不是水腻啊 怎么老是有些这种奇葩 没事 别担心 有我在 有你在真好 差不多 走吧 我们回家 我给你买了你爱喝奶 奶奶的做法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再这样下去 我的身份就瞒不住了 你个没用的东西 我试了几次你都没有试成功 哎 我叫你有什么用啊你 奶奶 是您派人去骚扰你情了 你这是说什么话 我可是在帮你啊 我是让你认清那个女人的真面目 奶奶 到底还要让我对你说多少遍 不管您做什么 我是不会跟她离婚的 你执意还要派人去骚扰和生活话 我就待在她身边 永远都回目子 哎 你看你这个混账东西 他竟然为一个女人赶后翻脸 老夫人 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还继续吗 当然要了 我一定要把这个女人从长风的身边赶走 你可不可以 因为你不必要不帮你 你不必要不帮你 你不必要把女人跑过来 吓唬吓唬他就成 只要他答应离婚 就把人放了 如果他不答应 你呀就自己看着办 是啊 哎呦 谢谢啊 您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们好商量你想要多少 我不要钱我这样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情况 和你丈夫结婚 啊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和你丈夫结婚 你没听懂吗 难道是先前不顾情的神经病排的人 我不同意 这人不想杀了我看 奶奶 星妈妈明月这么漂亮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 还为了她呢 妹妹我们不懂 这叫试试她 月月啊你还小 你不懂人心嫌恶 奶奶 电视剧里面的大人们经常说 人美心善 星妈妈这么漂亮 一定不是坏人 哈哈 漂亮 哎呦那个女人到底有多漂亮 让我这乖孙女这么夸奖她呀 我有她的照片 奶奶看到后 一定会被星妈妈美到的 这小孩子呀 说话呀就是不靠谱 哈哈哈哈 我到时要看看有多漂亮 这不是我要给长风撮合的那个 快快给我把长风 帮我结婚证供打过来 办法这 真是他 快快通知动手的人 把人给我放喽 啊 总裁不好了夫人出事了 什么 人呢曲小姐跳车滚下山坡 我失踪了 多找 外面整个林子要给我找到 是 走 长风 长风 都是奶奶不好 都是奶奶不好 要跟雨晴真的出了事怎么办呢 奶奶 你先回去休息 一旦有消息 我就通知你啊 别着急 好 好 雨晴 我一定会找到你 也不知道得罪了哪路上下 怎么这么高谜啊 不知道长风能不能找到我 我可是才愿闹黑带 来一个我打一个 雨晴 长风 死后没错 长风 有死 没错 别担心没关系 说已经没有感觉 下来吧 怎么了 你受伤了 没有 刚刚跳车的时候不小心买脚 来我背你 再哪 别担心 要遲 你 暢风 你就怎么找到我的 我去了趟警局 查了 我 孫媳妇我的孫媳 老奶奶 怎麼是你啊 是啊孫媳婦 我們的緣分還真不淺呢 奶奶 您來了可真是時候 你是長峰的奶奶 對呀 我要知道長峰取的是你啊 那我怎麼回 奶奶 醫生說了語心要多休息 有什麼話等得好之後再說 好好好 等你好了 奶奶呀請你吃飯 好好地向你道歉 什麼道歉啊 奶奶是為了之前沒認識你而道歉 哦 對對對 奶奶 你們太很客氣了 奶奶 讓雨晴休息吧 有什麼話我們出去說 等等 奶奶 雨晴被綁這事了 你是不是要給我一個交代 哎呦我呀 只是想嚇我嚇他 真的還給你離婚了 沒想到出事啊 等雨晴好吧 你呀 把他帶到我們牧師莊園來 送他到牧師莊園這事 恐怕不行 啊 啊 不行 是不是目前還在生我氣啊 師父你兩個剛才弄什麼彆扭了 那我這個給我犯了 不是 是他還不知道我真身份 所以 我都送他到牧師中 什麼 不知道真 粉 什麼意思 他還不知道我是牧師總裁 還以為我是搞賤的 如果你兩個知道我得真身份 那恐怕你這個兒子想得多餓 雨晴 雨晴 你怎麼出來了 我想出來搭點水 搭上你們談話了 那剛才 我和奶奶談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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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走到這兒 絕對沒有聽到 你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叫我啊 是嗎 長光現在可是你的丈夫啊 你有什麼事啊 可以使喚他呀 我先送你回去 奶奶 那我們先回去了 你怎麼 怎麼樣 孫妻粉沒懷疑呢 沒有 奶奶 你可千萬不敢在雨晴那天幫我吃飯 哎呦 我孫媳婦不喜歡以前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孫媳婦 哎呀 很外面那個 妖艷呢 可不一樣 也不知道當初是誰 卑鄙是我跟雨晴離婚 還不都怪你 為什麼不早點給我帶回來呢 我倒是想啊 你當時給我這機會 你跟我少貧嘴吧你 不過長光啊你可放心 論奶奶的演技啊 可是影后級別啊 一定要給孫媳婦留住了 看來這就是奶奶這樣吃飯的東西 哎呦 誰呢 姐哥 雨晴 哎呀 雨晴我聽說 你為了那個農民工和家裡人鬧敗了 我姐跟你說 哎呀 不是你姐說的 是你弟說的 聽姐夫一句勸啊 你跟你姐 畢竟是一家人 真沒必要鬧的這麼強 姐夫 如果你是想勸我離婚回家道歉的話 還是算 哎 哎 哎哎 雨晴啊 找什麼急走 大家都是一家人 對了 許維今天帶著女朋友 見家長 一家的人都在 走 姐夫帶你進去點 哎呀 雨晴啊 哎呀 好了 都是一家的人 沒有什麼事 是一堆蛋 進去不了 真的不用了 姐夫 啊 實在不想去那也沒關係 但你要記住啊 以後 遇上什麼 記得跟姐夫說吧 姐夫 真的不願意看到你 吃不受自己 啊 啊 你聽我 看在我姐的面子上 不替你一腳都算輕的 あ 許錭晴 你幹什麼 張明 你你沒事吧 bung 你為什麼打你姐夫 明明是她私事還是 adults 出來 我刚看你聽進去 是你拉著你姐夫不放手 好像 大家都是一家子人 雨晴他剛剛也不是故意的 什麼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 不需要讓他跟你道歉 我又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哎呀好了好了 大家都是一家子人 咱们别伤了和气吧 徐玉琴 你现在硬气了 甘愿和一个 二种算的农民工在一起 让他后悔了吧 想在这 制造偶遇好好吧吧 一点批啊 真的厚的 去 你说谁爱撞三的 当初你老公姓贾珠宝 去我们家的事 我们可都没忘了呀 哎 贾珠宝 还送贾珠宝 这年头还有人干这么吊洽的事 雨琴啊 我要是你啊 我都没脸见人了 你姐夫现在可是务士集团分公司的经理 看在你我姐妹一场份上 你好好求求我 说不定我心软 让你姐夫帮忙 给妹夫在牧室安排个看门的活 准备当一位子农民工墙吧 谁呀 雨琴 作为一家的人 姐夫呢 也不愿意看着你一个人吃苦受罪呢 是不是 一个经理啊 看你们嘚嗓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他当代牧室怎么谈的呢 徐雨琴 你别不是好歹 你因为牧室集团谁都能进吗 就他这样的都能进 可不就是谁都能 你说这句话 不就是因为嫉妒我比你家的好吗 姐 我今天是要参加饭局的 不是来听你阴阳怪气的 就你 我们来这吃饭 你和妹夫 一个农民工 一个种树的 就凭你们那点生日 想下一次短子 估计要怎么不省时间呢 可也看人家 一顿饭而已 我们还是吃得起 别嘴硬了 哎这样 你在这等你们吃完 我让服务员 我给你生产 不行 哎 雨晴 他好歹是你姐姐 你怎么能推他呢你 他自找的 放手 我告诉你 你不为你刚才的所作所为向他道歉 你今天就别想走 放手松手 也听见了 哎呀 你没事吧 将冤你没事吧 没事 这小子从哪冒出来的啊 他又是雨晴的神风对象 那个安装的农民工 哦 就是那个农民工了 一个农民工在这嚣张什么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 可是牧师集团总裁的手底下 你敢得罪我 你一定没好我的吃 长东 董家明这个人就是技术 万一他就要听你给你试干子 哎 对 我呀 可是牧师集团 工地的负责人 你要是想保护工地 就现在你给我跪下来磕头道歉 啊 牧师集团 根本不为聘请你 执着不败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给牧总秘书打电话 巧了 我也认识方秘书 那我们来看看 他先接谁的电话 你少装散了啊 来你打一个试试 喂 方秘书 我是沐长风 你帮我查一下 牧总身边 有没有一个叫董家明那人 好的 你说的 真是方秘书的生意 你难道真的真是逗秘书 阿明你别被骗了 我这个秘书呀 就是要装酸 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是方秘书的 你闭嘴啊 查到了 董家明现在是 牧师集团最小一家 分公司的副经理 因为职位太低 所以进不来走 连牧总的面都没见过 还敢再让狗张人事 有这样的事 那董家明 现在在您面前吗 在啊 董家明 我以牧师集团总裁 特助的名义提醒你 你被解雇 方秘书 你误会了 你替我解 家明 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你在牧师集团 你以为很高很厉害吗 怎么可能被一句话 就解雇了呢 你给我闭嘴啊 你到底什么呀 你怎么会认识方秘书呢 我是什么呀 我不配是 长冒 奶奶该怎么着急了 我们一起吃饭吧 好 你怎么会认识吗 家明 你别着急 我不急啊 我告诉你啊 我要是因为此 回掉我的情绪 我就跟你离婚 跟你离婚 家明啊 旭雨晴 多怪你这个扫把星 天啊 雨晴 我知道 你姐和你姐夫 对你们说了些不好听的话 可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爸提你姐 像你赔了一条线行不行 爸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你弟马上就要结婚了 咱家总能有个出门面的人呀 要不然谈到婚礼 你看 你能不能再求求牧总 让你姐夫回公司去吧 打了一早上电话 都没联系到长方 我还是先去牧师集团看看吧 哇 这里就是牧师集团 好气派啊 您好 我想问一下方秘书在吗 您好女士 见我们方秘书的话需要预约 请问您有预约吗 抱歉 没有 喂 长方你终于接电话了 早上工地有点忙 没有听见 怎么了你有急事吗 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牧师集团楼下 我找方秘书有点急事 你能不能给方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抽空见我一下 什么 你在牧师集团大厅 你们四方从这块速度给我消失 快 长方等等 长方 你怎么在这 还穿成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要欠扰 我愿意 然后我来 来 我来 因为我来 我来 我来 说 je TS 您今天来这儿是 我来这儿 是想问问您 还记不记得上次电话里 说要开除董家明的事 记得 怎么了 我想找您帮忙 能不能让董家明重回公司啊 董家明这么凄 还要替人家说话 长风 别生气嘛 我也不想看到董家明 一副小人得知的嘴脸 但是我爸说的对 许为婚事在即 我们家确实需要一个成长 二副小姐 这个忙不是我不帮啊 是董家明这个人 他实在是有问题 吃喝 我说而且他还挪用公团 弥补他的赌债 没想到董家明 平时装的人我狡猾的 背地里是这种人 桑密说 那他确实不适合 在留在牧师集团了 我这就回家告诉他们真相 让他们都知道 董家明的真面目 好 我给你一次去 不用了 长风 你现在刚绳止 工地上肯定有很多人盯着你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不要让他们抓住你的把柄 可是我担心 他们会围的 不会的 我们是一家人 我了解他们的 没事的 没想到 你穿的还挺像罗像样的 一会忙完 我回家给你做大餐吃 我 走了 我当时谁呢 原来是我那个吃里爬了的好妹妹呀 我要是真吃里爬了呀 今天就不会回来了 你不是跟那个农民工走了吗 还回来干什么呀 妈 我今天回来是想告诉你 董家明 你还有脸提啊 你说说你家过去才几天 你就跟着那个农民工 把你姐夫的工作都给搅黄了 你到底还知不知道 你是哪家人 妈 董家明丢掉工作与长风无关 无关 他当着我们的面 给方明叔打了电话 你还在这狡辩 他是打了电话没错 但董家明丢掉工作 是因为他挪用公款 去还自己限量的赌债 真的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 我没有胡说 牧师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已经是人身一尽了 他不可能再回牧师集团上班了 雨晴 你说的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 妈怎么可能呢 家明我最了解了 他不是这种人 二千 你怎么 家明 你来的正好 刚才雨晴说 你并不是解雇 是因为挪用公款 还说你欠了赌债 他怎么知道 这件事情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 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这话是方明叔亲口告诉我的 他总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去诬陷你吧 雨晴 咱们好歹也是一家人 你不帮我也就算了 没必要胡揍个理由 故意败坏我的名声吧 就算你那个丈夫和方秘书有点交情 但他毕竟是牧师集团总裁的私人秘书 怎么可能将集团内部的事情告诉你 这个外人 是不是 我知道咱们那天确实闹点不愉快 你和你丈夫已经害我丢掉工作了 这样还不够 非要抹黑我才行是吗 董家明 你少泄口喷人了 当初要不是你对我动手动脚 长风也不会打得通电话 那天的情况我看得清清楚楚 是你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的 是啊姐 那天我虽然不在现场 但是大姐夫回来的时候 手腕和腿可都受伤了 行了 不想帮忙就不帮 还造谣抹黑 行 就当我没有养你这个白眼狼女儿 你现在给我走 立马走 好了 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 希望你们以后 不要为今天说的话后悔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怎么了 你没事 你被公鸡忙一天了 我来吧 没事 你休息吧 还是我来吧 快让我看看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一天都心不在眼 我是你老公 你有什么心里话可以跟我说 还是说 你觉得我不配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今天去了雪家一趟 告诉他们 赌将军在那墙里大几千 可能他们都不信我 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事了 信不信就是他们的事了 早有一天 他们都会后悔的 没想到 你还挺会安慰人的 我只会安慰你一个人 ��고 你ается 真的是给你的奖励 一 눈要心向你 一个奖励打过我 个奖励 好了 先说 是吧 你鬼人 你给他一个生意好了 长风的电话怎么今天一直都打不通了 啊 董珈宇怎么跟沈家搞在一起 还这么还没 他不会是变强了吧 不行 我要拍下来发给我钱 徐雨晴 他来这做什么 这个肯定是阴云不散 知道就来的 徐雨晴 你来这干什么 我来这干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倒是你懂夏明 你跟沈家短在一起 考虑过我姐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跟沈家只是聊聊 他跟牧师集团的人认识 他能帮我重回牧师而已 什么忙还要亲嘴来帮 用不用给你们开个房啊 徐雨晴 你别把人想得太龌龊 我只是来参加宴会 不巧遇上你姐夫 聊了几句而已 就是 我跟沈家只是聊聊天而已 倒是你 徐雨晴 我看在你是我小姨子的份上 你之前丢掉我工作的事 我不跟你记得 怎么 又想诬陷我 想搅乱我的婚姻吗 到底是我思想握手 还是你们明目张胆的 董家 沈家 你们最好小心点 别让我真的拍到正确 你给我等着 这件事 我一定会告诉你姐 真的 让开 我要参加宴会呢 就你一个果农 还想参加宴会 你可以吗 沈家 你欺人太甚 欺负你怎么了 你现在只是一个被园林设计界封杀的抄袭狗 地里种水果的穷果 就算我是个果农 就算我是个果农 也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不像某些人 名气跟地位都是偷的 郁姐 当年那个事情已经证据确凿 要不是我放你一马 你早就已经吃牢饭了 当年要不是你跟庄硕狼狈为戒 现在身败名裂的人应该是你吧 那又怎样 反正过落魄日子的是你 被骂抄袭狗的也是你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倒是庄硕 已经接了牧师庄园的设计邀请 而我是他的专属助理 一个小小的设计助理 有什么可宣扬点 助理怎么了 当我有机会 让牧师总裁看到我的才华 到时候 牧师庄园的首席设计师 非常棒 不像某些人 这辈子也没有资格 再踏进这个行业 你应该庆幸我失去了这次机会 不然我会一辈子才被你套上 徐雨晴 嫉妒我你就直说 我大人有大量 可以看在我们是老同学 一场的份上 自己求情 给你一个重回师门的机会 一个帮着自己的情妇 偷盗学生作品的师门 有什么值得会的呀 你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跟你们绑在一起 我都觉得很惡心 你 你什么你 沈家 我警告你 把地上的水果 一个一个都给我捡起来 徐雨晴 地上那些破烂货啊 是配你来捡 沈家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你捡不捡 徐雨晴 你疯了 宝安宝安呢 他把他抓起来 放开我 放开 你们知道他事实 我敢说了 手不想要了是吧 许小姐 没事吧 方秘书 徐雨晴他想宣传宴会 许小姐是牧总邀请的 会吗 一个果能 怎么可能是牧总的贵客 沈小姐 你是在质疑 我们牧总的邀请 我不是在质疑牧总 我是没想到而已 真不愧是怎么在 古人的化妆最早来 徐小姐 这水果是你带来的吧 怎么撒了一地啊 方秘书 那你就该问一下沈小姐了 我们牧总特别想尝一下 雪小姐亲自种一生 看来我得把今天这个情况 如实比较给牧总 方秘书 这些水果 是我不小心弄到地上的 你是不小心 还是故意不小心 方秘书 我错了 我现在就把这些水果捡起来 盯着沈小姐 水果捡起来 这 小姐 你走啊 徐宇庆 你不过就是放上方秘书 等我什么牧师傅才会的 压你以后 放下 我肯定不会放过你 方秘书刚刚谢谢你 不用客气 那徐小姐 你来这里长峰知道吗 不知道 我是受朋友邀请来看来宴会 寻找水果供应商 谈成水果合作的问题 等合作谈成 我就告诉长峰 不好 总裁也在宴会 万一和夫人撞不上 徐小姐 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理一下 你先随便撞着我先是没了哈 好的 我 方秘书怎么跑这么快啊 我还想问问厕所在哪 算了 还是自己找 这么大的眼光一听 怎么连个厕所都找不着 真是晦气 怎么到哪都能遇见你 跟你这种人待在一起 我才觉得晦气 徐宇庆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会是和我一样 是像偶遇牧师总裁 沐长风的吧 徐宇庆 我劝你 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牧师总裁 是不会喜欢你这种穷酸货的 我对你说的牧师总裁 不感兴趣 沈家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 喜欢靠身体上位 长风 难道长风也曾经会听 这么着急追着牧总旁 还说自己不是来偶遇牧总的 刚刚那个背影是我老公长风 你别解释了 刚才那个背影明明是牧总 根本不是你老公 我确定那就是我老公长风 不信 好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 我已经和服务员打听过了 我知道牧总要去哪 徐宇庆 我告诉你 这是牧师总下的专属休息室 你的农民工老公 根本不可能来这种地方 刚刚那个背影明明都是长风 难道我看错了 做一句长风又一句长风 农民 这是我老公 不信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怎么回事 里面的人真是你老公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刚才跟服务员确认过 这间屋子是牧总的专属休息室 现在人能根本进不去 我花了好大功夫 才弄到了这个房卡 不信 我们现在就打开房门看看 看看里面的人到底是谁 难道长风在洗手间里 长风 你在里面吗 方玉说 长风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总裁 夫人也来宴会了 您现在赶紧来二楼走 门最里面的学区室 我们在这等你 徐小姐 你来的正好 我今早啊找长风 让我领事 准备这样想我拉手机 是一样的 我给他错了 你帮我还给他啊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我给他打了一千电话 怎么没打到 竟然是方秘书 好呀 那个服务员收了我的钱 还骗我吗 去找他算账 方秘书 我想借用一下休息室的路 间可以 不太方便 是这样我刚才上厕所 不小心把厕所的马桶给堵住了 徐小姐 我可以带你去一楼洗手间 麻烦你了 童财 我可连面子都不要了 这一次你一定要跟你讲面子 长风不回来了 什么事啊 让我老婆听你开心 这么明显吗 今天我去朋友的宴会 谈讨了好几桩是过工艺的声音 水果有销路 我就有钱帮你还贷款了 真的 长风 你快帮我下来 老婆 请坐 对了 这是奶奶送过来 神神秘秘啊 收费啊 我和你一起看 嗯 让你一起看 你 我现在说 你神神的 你真是 你神无人 是 有 爸爸 万能 我们 赵 我们 是 我的 也 一定成为迷夜市次郎 那他是活的 雨晴 你早点休息吧 好啊 多小心点啊 这可是我们第一单商业 一定要保证好水果的品质 好多老板 抱歉吧老板 喂王总 您的水果已经在冠冲了 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抱歉啊薛老板 这笔订单我不要了 您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都已经谈好了吗 他就说您对这笔订单 有哪里不满意啊 没什么不满意的 就是突然不想要了 反正我们也只是口头协议 没签合同 你把定金退我 合作取消 算了 不用收拾 都回去吧 总裁 沈家联合了几个合作商 搅拌了分子生 单几一个沈家 不可能都要这么 你去查一下他背后吧 是 等等 你以我的名义 邀请雨晴和墨志集团建立了 是 沈家 你来这干什么 当然 是来看某人备受打击的样子 是你让他们取消电话 是你让他们取消电话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他们自己看不上你 虚且 无论是三年前还是三年后 你都懂我 你永远 你都坐在手下 拜 请 就因为我不帮你画图 你就故意耿杂我的生意 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 更喜欢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说谁上不得台面 你以为整个广城就你一个人会画图吗 稀罕 既然不稀罕 那就走了 这里不欢迎你 我倒要看看 你们男子 怎么开车的 没长眼睛啊 怎么又是他 许小姐 又见面了 方医术 你怎么来了 我做事情 不需要和您做事 许小姐 我沐总对女国家的产品有免兴趣 所以特意派我来 和您洽谈一些合作事宜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意向 沐总怎么会看上他的东西 你是在质疑 他怎么得解方式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他不配 你算什么东西 我配不配 还有你说 面 方医生 既然沐总要跟我们合作 我带你去过眼前仗子 看看我们水果的品质 好的 走 你怎么知道 牧师 你这样是方明事帮的 我们一定要成为牧师主菜 夫人压你一套 老师第一个把方砖开除 喂 冰西 长方 你在忙吗 不忙 说 不忙就好 我做了午饭带给你 有好消息一下当面分享给你 你说你现在在哪 快到工地了 会议取消 准备一会儿去工地 怎么回事 总裁以前从来不在会议上打电话的 这是谁呀 能用总裁破例子 我刚听到韩雨晴 是个女人的名字 一句话竟然能让我们工作狂 总裁放下手机工作 这个女人不一般 这一句 他是我们未来老板娘 您好 我想问一下沐长风在哪个期议 沐长风 你听过这个人吗 没听过 没听过 他之前跟我说就在这个设计 你在自己想想 说了没听过就没听过 你不要带着 别带着我们修饭 你刚才找不上了 怎么内成这样啊 今天有点忙内容 我刚刚问这里的人 他们都说不认识你 我被调了其他学友 你刚才说不认识你 你刚才有点儿去 所以不认识就不认识 嗯原来是这样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直接在那里找你 省得你来回跑 没事 这么大的太阳 我也不忍心让你在这儿手牌不去 哈哈哈 好了 去吃饭 走 嗯 这你一束当的 我真不用 快吃吧 好 热了一辆 你要跟我分享什么好处 嗯 我和牧师集团渐渐长期合作 水果的销路都不用发愁了 真的 我就说嘛 你装运来的水果质量这么好 销量一定不会有 长风 我觉得 我们的八字肯定很般配 为什么 结婚前我还一直很担心销路的问题 跟你点针之后 直接就接到这么大一片单 这一年的销路都不用扯了 看来我还有忘蹊笑 哼 有没有得多试试才知道 为什么 你愿望 成为广城女守护 才造成横着走 你成了 别那么认真嘛 我就是开玩笑的 不过我会努力工作 把我的作业做大做强 成为广城第一大水果种植货 我相信你 你会玩 哎对了 我上次从沈良那知道 牧师集团当家人跟你同意 差不多 你也姓牧 方艺术不会把你们的窗户弄滚吧 然后 有时候会吗 谁叫我也姓牧 说不定 我和那个牧总 能把你先试一下 那万一你成了首付 你别忘了我 哦 一定不会忘了你 不过这次还真多亏了牧总 不然 又让让那个沈家得意了 立乔 你和沈家 摆着本车是吗 立乔 你和沈家 摆着本车是吗 我和沈家学的都是园林设计 递设选的是同一位导师 在一次设计大赛中 沈家篡改了我的设计署名 调起了我的设计作品 而我们的导师 方硕明明知道真相 却还是帮着他指责我盗窃抄写 后来 后来 我就被逐出师门 无法正常毕业 沈家拿着我的作品 去参加了牧师集十九届设计大赛 成为那一届设计大师第一年 好了 不过牧师正在为维修牧师庄园 举办设计大赛 就是咱的神皮 他绝对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好 行了你快吃吧 我回果园还要忙呢 走了 好 但是后边试取 妈妈的帐篇小事 雨晓 我刚听方秘书说 牧师想要邀请你参加庄园设计 你答应了吗 原来不是诈骗 不是真的要邀请我进行专业设计 那又邀请了 总裁 这一次专业维修 曾经登报宣布教夫人逐出师门 并且在设计行业封杀的设计大师庄硕 也在邀请之列 庄硕的行业地位极高 而且还带着沈家 我担心他们和周朔碰上之后 夫人会不会吃亏 雨晴很聪明 他在他们身上吃过一次亏 就不会吃掉 我让他参加比赛 我单单是想让他洗脏 当年迫在他身上的帮助 总裁还有其他什么 雨晴说要找个门当户对了 我一直没敢告诉他我的假事 先让他住进庄园里头 适应段时间 那总裁可得盯住好他们 别露馅了 我已经给周管家交代过了 让他安排头到 也让他暴露我 破坏我的计划 雨晴 你要出远门吗 长风 你真的忘了 牧师庄园 竟然邀请我去参加 他们的庄园维修设计 看来我老婆的才华 藏不住了 多亏了你的好兄弟方秘书 不然牧师总裁 怎么会了解到我这种小生意 等会不会有时间 请他一起吃个饭吧 好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一下班了 方舵帮我拿下了 庄园维修负责人的职位 我回来收拾东西 这段时间我会住在牧师庄园里 你也要搬进牧师庄园 这里就是牧师庄园 按照我当年设计图指 介绍穿越地 没想到我今天要住在这里吧 对啊 我们以后就要坐这 开心吗 还好吧 其实比起住在这里 我更想见到一个 无与伦比的庄园设计 好 希望雨晴能提前适应者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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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聊天 哦 方多把周管家联系方式发 啊 走吧 那个 欢迎新条件光明固制高点 啊 这是在欢迎我吗 啊 啊 啊 小姐不用 您是我们少啊 故事总台特要的神奇设计师 我们专程来迎接你 啊 啊 啊不用不用 您搞什么位置在哪 我们自己做学生 你是我们的贵别 怎么能让您干这些呢 这边去都说啊 做手你这是生怕雨晴猜不出我的身份啊 哎呦这牧师方画好奇怪啊 好花的话为什么要用布盖 可能是这个画太名贵了 怕损坏所以折起来了 快快快把所有这块都折起来 您都不要移动 对对挂好挂好 这路大王万一我们碰坏了 我们可赔不及了 对对对 哎雨晴咱们先放行李啊 我们终于到家了 嗯 爷爷 大宝 你们是不是想买的了 长风 我怎么好像听到奶奶和月宝的声音啊 糟糕 他们怎么这顺回来的 可能是你太小孩子和奶奶啊 听唱了 咱们先进入房间里 待会给你们打时间啊 走 我们去 收紧张 好月宝 我们是谁说唱呀 长风 我没听错 哎哎雨晴 奶奶 你们怎么也在牧师庄园 啊啊 妈妈 牧师庄园就是我们的家呀 啊 因为王的意思是 我们都会搬起来住 那我们点个人 这是牧师集团总裁的庄园 咱们一家五口都搬过来 不太好吧 不担心 嗯 没事 我让王多以前和牧师庄园说了一遍 那个 以后我都住在牧师庄园 所以 没人照顾奶奶和孩子们 然后牧师庄园 我们一家人都搬进来住了 哈哈 原来是这样 还是你想得住的 是 都怪我 这段时间光往人装圆车设置 都忘了奶奶和孩子们 没事 怎么还有我呢 呃 要不我 我带你司徒转车 顺便让月宝看一下房间 好吧 那我帮奶奶他们收拾房间 啊 许小姐 这些小事您不用操心 庄园的女佣 会为几位贵客安排好一切 不行 你跟我第一次来过这庄园 我带你司徒走走 你不是还要画什么设计图吗 啊 哦 好 走 奶奶 原来爸爸还没有告诉妈妈他的真实身份呀 是啊 小少爷 少爷特意嘱咐我 撤掉了别墅内所有能暴露他身份的东西 让大家配合 千万不能在夫人跟前逗了馅人 刚才跟你们打电话一直都打不通呢 哼 还怪了我了 都怪他没用 都这么久了 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敢吃 害得我跟孩子们在家 陪他演戏 宝宝演戏好了呀 妈妈快点向妈妈躺来吧 嗯 笨蛋 要是妈妈不同意呢 那我们就去找安岳妈妈 反正爸爸妈妈以后也会生小宝宝 不行 我们俩呀 不能让这臭小子拖的太久 你呀得配合我 推他们小伤口了吧 老夫人 那您要做什么 高中 高中 哇妈妈 麦麦 祝你们用猜一会 奶奶真是的 连孩子都用不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特意邀请一位神秘首席设计师呢 业内有名的设计师 最近没人来广城啊 不知道周管家说的神秘设计师剩哪位啊 请我去会议室就知道了 什么神秘设计师 好大的牌面 居然让我们等他这么久 哎 家家 稍安勿躁 对方是牧总看中的人 咱们等一会儿也无妨 老师啊 我们可是最顶尖的庄园设计团队 放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 谁会比我们厉害 就是啊 庄大师 您培育出来的弟子更是人才辈出 个个都是行业动量 别瞎说 我听说三年前 庄大师有个弟子品质败坏 在牧师既然大战上 竟然抄袭 被庄大师逐出了师门 师门 你竟然看到我抄袭了 虚晴 你来做什么 小姐 虚晴 你凭什么坐在这儿 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牧师总裁 清典的庄园维修首席设计师 负责本次 牧师庄园维修的你气势 汪秘书 这个三年前因为抄袭 被原理设计行业封杀 牧总裁怎么会选一个 生命狼藉的抄袭 各位首席设计师 方秘书 您有所不知 这个徐雨晴 曾经是我的学生 不仅剽窃了我的学生 沈家的竞赛作品 还抄袭了沈家的毕业论文 当时我已经把它 除出师门了 这些年 在设计界 毫无成绩 怎么能入得了牧总的眼 我看这里边 肯定有成功 怕不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 睡出来的手续设计师 你干啥 我没追究你造谣 诽谤 你真算可惜 你们不是很好奇 我凭什么能成为牧师庄园 手续设计师吗 就凭我能画出 远超你们所有人实力的设计图 就凭我能画出 远超你们所有人实力的设计图 大眼不在 在场都是广城 沉迷已久的设计师 你如此猖狂 不把我们所有人放在眼里 当着恩师的面 你竟敢最般大方决策 装设计师 他这种目中无人 没有德行的学生 幸亏你将他出名了 方局说 麻烦给我进一条纸子 许小姐 你的意思是 我现场的做法 对 既然大家都怀疑我的实力 那我就让大家看看我新认识 身边也告诉某些人 就算我成绩三年 也比他们强一点 谢谢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真不敢相信 这是他花二十分钟画出来的 这是顶尖大师级别 这不为过呀 现在 大家承认我是牧师集团 首席设计师了吗 我怎么感觉这张图 和三年前 沈家仓赛的那张设计图很像 啊 那他模仿了沈家 但他这张图的水平 明显高得多 只是当着蓝面 亲手画出来的 然后说 三年前他就抄袭了我 三年后 他的剽窃水平 肯定比三年前更好 原来又是抄袭啊 我就说 他怎么会这么快 最讨厌抄袭的 行业风气 就是被这些人带坏的 许雨晴 现在立马向我道歉 我可以不追究你抄袭的责任 行了 既然你说我抄袭你 那我们这次就以 牧师庄园维修为主题 比试我 如果谁输了 谁就承认自己是抄袭的那个人 并且永久退出设计行业 剩下 干不干 比就比 很好 这一次我会让你知道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 一切一谋诡计都是 神气什么 徐雨晴 你不过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就算再来一次 我也会把你踩在脚下 总裁 这是三年前 装束买通评委 帮助沈家窜赶夫人作品 说明的证据 啊 还有一件事情 你影响的没错 沈家和机导师装束 确实存在不正当关系 证据都收集齐了吗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对方 跳了一会儿更难 很好 通知下去 就说这次专业维修设计 和三年前一样 每个人都交出一个设计 创作期限为半个月 优胜者将成为 我们牧师集团总部 首席设计师 是 我即刻去办 老婆 我一定会让你 堂堂正正的 重回灵源设计行业 会不会帮的 姐 你怎么 董家明 你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哎呀 李晴 别这样 你都住进牧师庄园了 怎么还这么小气呀 哎呀 你姐夫呀 因为你丢了工作 你能不能帮他 在牧师庄园找个活干 活小气 姐 他一个大男人 还要靠你来找工作吗 你不是跟沈家打伤了吗 让他帮你 雨晴呢 姐夫我 已经认识到错误 已经洗心革命了 你能不能求求牧总 再给我一次工作的机会了 要不是为了帮佳佳 老子怎么可能会在你这低声下气 等拿到东西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丢人心 就是呀 你姐夫都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帮帮他嘛 哎呀 我都已经求你到这个份上 你居然还往他身上泼脏水 他都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乱搞了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 不愿帮就不愿帮 谁心喊从今往后 我不是再求你半句 嘉明 我们走 不好了徐小姐坐好了 发生什么事 那个孩子不知道玩肉铭藏躲哪里去了 找不到了 孩子在哪 你倒过 跟我来 就是这里 两个孩子就是在这里面装迷藏的 冷链车里 哎呀 这哪个全心眼的 居然连冷链车都不锁 徐小姐 两个孩子不会在里面吧 月月 翻问 谁呀 我家新来的女佣 拿着我干 你是徐义欣老公吧 嗯 徐义欣和两个孩子被坐在冷库里了 叫我来喊人 快带我去 看头 就是这里 这里 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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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长风 别着急啊 我先来救你 小心 长风 雨强 开门 开门 零下四十度 你出人命吧 放心 我只是想让徐与琪 自然家不了厌惠 不会要他们的 去 徐强没事吧 长风 怎么办 他们把门关上了 都怪我 光顾着画画 竟然听见那个女佣的规划 你们约就会把她真的失踪了 没事 别害怕 惠人来救我 别担心 你干嘛 不行 你这样会感冒的 你自己说 没事 我一个大老爷们 学习方钢了 我想 这几年来历价 可不能动证 穿上吧 不行 你再这样我就要生气了 生气就生气 大不了回去归剑牌 要跟随你 要跟随你 我想到一个 我们两个人都要穿的衣服 这么小的一件衣服 怎么能两个人穿 啊 你穿好 这种 我我也见了 你喜欢的蛋糕店 你喜欢的蛋糕店 为你疯的小符旧留作纪念 想不知道 有幸运 你去了 什么约 时光和你像草莓 那样甜美 我 对 不就 真正 那种 比赛 你 你在 我 吃 你 还 你 结束了你才出现 怎么 是预料到自己要输给我 提前给自己找好台阶下吗 7点58 我并没有迟到 各位评委 我说过 庄园设计靠的是天赋和实力 不是靠耍手段就能用的 顺佳 那个女佣是你支持的吧 什么女佣 徐雨晴 你不要不说八道 我又没有不说八道 你真的有清晨 你不要以为随便教一份设计就能赢我 我告诉你徐雨晴 在设计这条路上 你跟我的区别 就像地上的乌鸦跟天上的红烟一样的 今晚 你就做好再次被我踩在脚下的准备吧 那个图纸都在这儿 加明哥 你跑蹦啊 徐雨晴 我看这次你拿什么跟我斗 徐雨晴 你输定了 我宣布 和一次牧师庄园维修设计大字的获胜准备 获胜准备 获胜准备 徐雨晴 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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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恭喜 怎么可能是他 沈小姐 你是在质疑牧师的评委吗 不可能 他一定是抄袭了我的 我申请查看作品 他的图稿明明在我的手上 这么短的时间 他不可能还要备份 又是抄袭反咬 贼喊捉贼的戏码 沈家 三年过去了 你怎么一点长进这儿 徐雨晴 你醒醒吧 是逗不过 三年前你就输了 三年后 你照应是我手上回家 各位评委 这个女人 她三年前就是因为抄袭我的作品 被赶出了园林设计 她怎么可能画出更好的作品 她一定是又抄袭了我的 什么 获胜者家有个抄袭的意识 怪不得她的作品和沈家这么像 原来三年前就抄袭了 牧师怎么会让这种人参加评选啊 肃静 沈家 既然你指控我抄袭你 那我想先问问你 你的这份设计方案 真的是出自民数吗 当然 我给过你机会了 是你自己不要 这些是沈家买空董家明 偷我作品的证据 不可能 不是这样的 沈家 这是徐雨晴的图 怎么改了她的署名啊 什么她的图 我改了名字就是这个 老师 比起徐雨晴 我得到牧师的赏识 对您的好处不是更多 只要你帮我执政徐雨晴抄袭 他之前得到的荣誉力 都会是我 这是当年沈家严和庄硕偷走我的图吗 天呐 原来当初是沈家创改了别人作品的出名 真没想到 他这么多年来的名誉 不是不别人的 不 不是的 是他 是他想要死白自己 故意弄出来的假证据 老师 老师你说句话呀 张硕 你现在是个人错误 我会替你小木总求情的 当年 是我帮着沈家偷窃了别人的设计 这个设计图 真正的主人 就是徐雨晴 之后 我就靠我所有的人们 来打压他 逼他推出了这个圈子 好 张硕沈家二人 品德败坏构险大人 从今日起 将他二人永远拉入牧师的狠狠 而且牧师也会动用一些力量封杀死 谁与他们二人交接 就是与牧师为敌 开完了 不 我没有说 谁让我搭上牧走 成为这座庄园的女主 这座庄园就不会传出去 帮主 刚刚会场上播放的视频 是 之前长风和我提了一嘴 说你和沈家之间的一些纠葛 我去在总裁面前说了一下 总裁让我一定查清楚这个事情 给你一个清白 牧总当年很早就怀疑 那幅图不是沈家所作用的 所以他特意安排我在现场 当中拆穿沈家 目的就是让你堂堂正正的回到 我是园林设计 茶风说的没错 木总果然是一个 托您的福 方理所 才能让牧总发现我 我在这里正式的跟您说一声 谢谢 这这这这哪干 你要感谢木总才对 啊 您说的对 我听说牧总也在会场 您带我去找他吧 我想当年跟他说的一声谢谢 早 这可推死不了啊 好啊 小姐 这边请 谢谢 工作会报的 会报的您好 我是洗洗钱 我这次来是想谢谢您帮我洗清抄袭的罪名 清手自清 我只是做分内的事 不必挂到洗手 牧总 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吗 我总觉得你给我的感觉有点熟悉 会报工作是吧 你说 不好意思木总 我不知道您工作这么忙 先不打扰了 啊 喂不好意思木总 啊书记这样开手对对对 啊书记这样开手对对对 啊 不好意思木总 不好意思木总 又打扰你了 有什么事赶快说 我是想谢谢您看中我的丈夫长风 给他升职交心 这都让他应得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 没什么事 我就接着忙了 啊 好 长风我到花房这里了 你们在哪呢 你待在那里别动 我现在去找你 猜猜我是谁 长风别闹了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让我猜猜 师傅老婆在评选现场 大放异彩 还喜欢了自己院区 对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发蜜蜜嘴 发蜜蜜嘴怎么这么快啊 我还想告诉你 你竟然醒了 你在看什么呀 我在看月亮 你看到月亮多呆啊 你是不是在说我呆 没有啊 我在说月亮好呆 好啊你吴长风 你竟然敢说我 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错了老风 我错了 好啊你吴长风 你竟然敢说我 你尝尝我的厉害 救命吧 站住 站住别跑 你怎么突然停住了呀 不是莫太太让我站住吗 莫太太 恭喜你重回园林设计合力 我觉得 跟你结婚之后 我的运脚强变得越来越好了 那就等你完成心愿后 成为广城女守护 可别嫌弃我 那就看你表现了 莫先生 我累了 走不动 好 早知道你没后多 我就不跟你关心心愿了 姐姐现在一看我好像更梦里了 不闹了 早点回家休息 不然明天都该走 长风 我接到这笔订单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等我还完债 我们的生活 这是越来越好的 其实 如果不是那几年茶阳素的相亲 我可能就被我妈卖给有钱人 就有我这话彩礼钱了 我也很感激 因为那次遗传我错 去 长风 以后我帮你照顾两个孩子 你得尽情去做你想做的事 雨晴这么好 长风 你就一直要骗她吗 雨晴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想告诉你 我不是什么 我是牧师进化的组织 我知道你知道这件事会很生气 但我不是有一马你 我只是怕你知道我们直接有差距 跟我没什么 我只是怕你知道我们直接有差距 跟我没什么 谁搁着玻璃都猜不透 你名字 我你长子 原来你就是牧师动物 你 那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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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的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怎么想你昨天晚上要说什么呢 看来他真是没听见 雨晴 去出锅 雪老板有新客户来谈合作了 雪老板有新客户来谈合作了 好嘞我现在就过去 好嘞我现在就过去 雨晴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 一会再说我现在有点急事 雨晴 爸爸你是不是又要给妈妈坦白了 对 妈妈知道你骗了他这么多次 他会生气的 那怎么办 我好喜欢现在这个妈妈 如果妈妈生气了 你开爸爸该怎么办 所以如果妈妈知道真相后生气了 你们俩他一定要帮我 好 好 你知道吗 什么合作会约在酒吧 沈佳 怎么是你 是你故意设计 引我到这儿来的吧 还不算太蠢吗 徐雨晴 要怪就怪你抢该抢的人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今天你老实点 今天会儿少吃点不 徐雨晴别挣扎了 你逃不掉的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再跑一个给我看看 沈佳 你学术不如别人 就用这么像素的手段 真是脱气了 你 我在酒里下了药 我要让你成个 沈佳 你疯了吗 这是办法的 办法又不合 等我成为牧师集团的总裁夫人 谁又能奈我和 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快上 笑娘们你好好咱修一俩玩玩 哈哈哈 他要看看等你成为人尽可福的 长风还会不会要你 长风你在哪能不能来求求我 你下娘们 叫陆老师 啊啊啊啊啊 啊啊 有酒来了吗 走 黄总 今天晚上参与的所有人 一个都吃 下个水 下来 你怎么会那么难以接受 你怎么会那么难以接受 哎小姐总裁跟我来接你 长风呢 他怎么没亲自接我 呃 总裁在陪夫人走不开 长风结婚了 怎么没人通知我 我帮你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女人敢跟我安月俏 啊 老婆 你是不是忘了 你怎么老婆啊 我来看看我的青梅竹马趁我不在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这就是你给他买的房子啊 看来你也没多喜欢他吗 牧师庄园的别墅 没让他住怎么去 这不关你事 你赶紧给我离开 别的雨晴回到五 怎么 长风 我们这么多那没见 你难道就一点没想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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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月 请你自送 小宗我买了 我买了小宗你 小宗你 安月 长风的青梅竹马 也是她孩子的亲生女 啊 安月 原来是月月和凡嫩的亲生母家 你之前还一直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生出两个正开的吧 现在看来 她们就是随人家 你什么意思啊 长风 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用得着什么宝贝吗 这里不欢迎 请你离开 这么着急赶我走 是怕许小姐误会吗 您多虑了 长风是我丈夫 我自然是相信她的 不怪我 口口声声说信任 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吧 许小姐 你很有胆料啊 什么真实身份 雨晴 千万别信她 她就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挑拨 我只是可怜你 被人埋在鼓里这么听 安月你闭嘴 难道你一直都来骗我 雨晴 我没有 既然没有骗我 那就让她说啊 雨晴 她可不是什么普通 她是广城首富 牧师集团现任总家 你骗我 她就是一个在工地打工的普通人 我亲眼见过的 长风 她刚才说的那句话是骗我的 对不对 你不是什么牧师集团集团 你没有骗我对不对 长风 你说话呀 你面前的这个男人 连她真实身份都说不出 安玉 你如果还想继续待在广城坡 最后给我闭嘴 长风 雨晴 听我解释 我其实一直想跟你谈 只是我没找到何事情 所以我 所以你承认了 承认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去哪 别碰 行 长风 既然这个女人这么不是好歹 不如你和我 安玉 我警告你 你如果再敢查手我的事 我就不会因为 我好兄弟是天员 对你手下留情 你太小看我 你以为你的一次警告就会让我退缩吗 既然回来 木槿的位置就一定是我的 长风连真实身份都不愿意告诉我 是因为你这样的穷孙 根本不配接你 长风之所以娶你 是因为两个孩子需要一个母亲 现在我回来了 你这个天生也该滚蛋了 老板 木槿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了 这雨下这么大 在等下去我怕她 我知道 总裁 安小姐把孩子接走了 她说除非您亲自去接 不然不会有他们离开的 我知道了 你终于愿意见我了 雨晴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生气 但我求你给我一次解释几乎 木槿锋 一直骗我 好玩吗 一直听我说那些 看你减轻四胆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 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木槿锋 我不想再陪你联系了 有什么 是 好 雨晴 你可以生我的气 可以打我骂我 但我绝对不同意离婚 雨晴 长风 我 你 雨晴 你可以生我个气 可以打我骂我 但我绝对不同意离婚 雨晴 哈哈 老婆 他说放手 已经见了 你不想说放手 他帮我那么多次 沐总当年很早就怀疑那幅图不是沈家所做的 所以他特意安排我在现场当正拆穿沈家 目的就是让你堂堂正正的回到沈远林设计 你帮我这么多次 不管怎么做 我还是应该去看一下 对 你到底有没有跟雨晴说我在打你 他知不知道我在这房间呢 这个问题你已经上午问了已经不下十遍了 我给您保证我给夫人说的事清清楚楚明白白 一个字都不差 他怎么还不来 我离婚了是还行不来呀 哎呀 总财 夫人这么关心你肯定会来的 这样您先好好休息我去门口您用夫人 啊 以前我就知道了 你怎么来了 长方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 不是恋人也该去陪你 我来探望你难道不应该吗 哎 这是我留给雨晴的位置 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 免得他人来了 给我 长方 你一定要这么无情 你到底走 不走是吧 行 我走 长方 你就这么厌恶我 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了 什么 我去这边请 不行不是你想的呀 不用解释 是我来的 打扰你 哎 快把人给我追回来 不然 放手 长方 那个你们到底有什么好的 又疼 又没有见识 我是孩子的母亲 你是孩子的爸爸 我们才是最合适的 够了 月月和凡文她姓秦 我只是她名义上的事情 他们永远都是天语的 至于以前的身份 她年纪轻轻都不如设计大师了 被师们陷害 却没有丧失西游团 像你这种除了身份一无是处 你有什么资格说的 还要我照顾你 是看在天语的面围 我在最后一期 再人待出 别怪我帅人无情 长凤 长凤 夫人 方秘书 不要再叫我夫人了 刚刚前向你也看到了 我会重新你一份离婚鞋 到时候麻烦你给 夫人听我说 你和总裁这件事一定是 既然已经准备离婚了 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我可没同意你 你的心上人都已经回来了 我们还是尽快离婚比较好 你免得安小姐误会 安月她误不误会 不管我的事 我只担心你误会 莫长光我没空在这给你耍嘴皮子 离婚鞋也我会尽快给你 我先走了 哎你大老原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离婚的事 差点忘了正事 不是 我是来谢谢你的 这张线条你先说吧 我没什么别人能还你的 就把欠你的人情折扰成了现金 一定会尽快还给你的 我可不缺钱 除了钱我没什么别人能给你的 要不然 我给你们公司免费听过谁管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缺 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 不如把钱换成一些其他的东西 例如时间 时间 什么时间 你每天可以正常忙自己的工作 但你要向我保证 我能联系到你 我能找到那女人 你不能躲着我不见 嗯 三个月 只需要保持三个月 你说的欠我那些情意 都一笔弄下 怎么样 真的假的 真的 这样也挺好的 我和他本来就不顺一路人 好 我答应 既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离婚 那你是不是愿意欲 作为妻子的女人 你到底想什么 我现在上任逐业了 你作为妻子 什么应该留下照 你都有人照顾了 还差我一个 方多他在公司还有事 抽不开神呢 我不是说方秘书 我 算了 就等我先 先我一边忙吧 徐玉强 你休想从我身边的墙走长风 靠近点 我过不到 你只是发生而已 又不是断脑断脚 你就不能自己接过去 我 应该留下来 你不认识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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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董财 我不知道 人也在 其实既然翻不出来 我就先走了 总裁,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拉来吧 总裁,您准备什么上衬院了? 公司那么多事情都等被您处理的 现在天大的事 也比不上我追媳妇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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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这干什么 想你我不就来了 多走吧 来了在沐家等你 我带你去见面 雨晴 雨晴 你到底还要弄到什么时候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操线结束不好 雨晴 雨晴 你不是非常和我离婚 难道就因为我对你隐瞒的身份 我可以相信解释啊 那小姐 我看见她了 安静化小时 一旦失筹 五百万我会立刻打到你的卡上 好 小心 夫人 到底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总裁怎么突然出车祸了呀 他是为了救我 所以 长风 长风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 都是你 都是你 要不是你 长风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到底要害到他什么时候 艾小姐 我知道您是担心总裁的安危 但是夫人是目前的人 融融的你动手 好端端 你搞清楚状况好吗 我才是陪伴的最久的人 你为什么帮助一个外人说话 他是夫人 不是白人 你 够了 现在我还是他的合法妻子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这里指责我 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 还好一次说是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人是那个发疯的肇事司机 还有那个在背后指示他的人 夫人 您的意思是总裁的车祸不是以外 那个人的目标是我 我也很好奇 到底是谁 你竟然这么狠 你不能推进责任 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吧 我会查清楚这个事情的 夫人 总裁这边就麻烦你了 放心吧 咳咳也不需要 绝对 我是老婆 我是他是个小的 是他妻子 我是是他妻子 我最喜欢穿那个 我是孩子的母亲 病人十九姑多 取两道皮 你们谁是也心血 我我是是我的 好 跟我来 徐雨晴 这次算了走 长风 你终于雨晴了 雨晴呢 她怎么样了 你眼里是只有徐雨晴 看不到其他人吗 你干嘛 你的伤还没好呢 你别碰我 长风 你到底要固执到什么时候 你为了她受了这么重的伤 她连看都不看你眼 还有 那个女人她根本就不配 我还没喝到家呢 安小姐就这么急 一条我就见了 你着什么急啊 腿不想要了吗 雨晴 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下次不觉得这么傻了 为了你 我服输生命都可以 呸呸呸 自己说这种会心话 长风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你出事 我 两个孩子该怎么办 哎 你没事就好 长风 我觉得我们之间 应该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谈啊 只要不离婚 随便谈 为什么不同意离婚啊 难道你对安小姐 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 不是 不是 我对安岳有感觉 你这是听谁说吗 这还用听别人说吗 没感情的话 你会跟她生两个孩子 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知道 人跟人的感觉都是毁变的 但是月月和凡凡是你的亲生骨 他们可能也更想要自己的亲生母亲 你笑什么呀 我是不是说错了 你是不是到现在 还不知道月月和凡凡姓什么 他们是你的孩子 他们不姓莫 你难道姓安安 姓秦 嗯 月月和凡凡 不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固有 秦天宇和安岳的孩子 我 安岳和天宇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后来天宇意外生亡 安岳生了两孩子后又失踪了 秦家根本不承认这两孩子 我只好照顾他们 把他们寄予我的名乡 但是我并没让他们感性 因为她是天宇的孩子 秦家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呢 你刚刚说 你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那秦家是不是认为 他们俩是你和安岳的孩子 你倒挺能猜的 看安岳对你的态度都能看出来 他喜欢你 这一点其实我并不知道 继续拿出亲子鉴定 秦家人依旧不小心 拜托 你可是牧师总裁 修改一份亲子鉴定这么简单的事 换我 我也不会信的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 你也是一点没信吗 我都为你这样了 你还是怀疑我女士机的感情 总裁 你醒了 哎 夫人 这是赵水斯基督的口供 她姚子被以外 我承认没收买 你不否定她叫你夫人 是不是 你已经不是默契了 我怀疑这次的时候不是一万 但是我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我们就创造证据 如果真的是安月干的 她一定不会只动这一次手 如果真的是她的话 你会怎么做 我答应过天宇要好好照顾她 但是如果她动我爱了 我依旧不会收买 那两个孩子呢 安月毕竟是她们的亲生母亲啊 好歉 那两个孩子比你想了要明事 更何况 比起安月 她们对你的感情都是 那我们接下来 就等她安月主动动出发奖 这群人办事还算利索喊 徐玉强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你也别怪我 谁让你非奥公甲长风呢 我会把你卖给一个好人家 不够他 不够那 我不够再乘不起来 才八月乃 我也拉给你看看 你就可以回妈了 是不是朝公做电子 想不可呢 续琴了 那才五月就再找我了 很应该吗 韟 Aun. 長封 你聽我解釋 不是你想的這樣的 長封 我是這樣的 我是被陷害的 不走不管我的事 是這個女人 讓我這麼做的 你胡說 væ�到些的嗎 長封 你相信我 我是被人陷害的 安小姐三個房間 你在我来之前说的那小方 我可全都录下了 安小姐听你 你敢打我 这一来着 是怀你之前两次设计害我 我没有 超风 你不是答应过天宇吗 你说一辈子会让我受委屈的 烦烦 爸爸 你爸爸你和别的女人 欺负你们的妈妈 才不是 你拿手动心害人 你才不是我们的妈妈 虽然你才是我们的妈妈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你 几乎妈妈 两个翻眼啊 安月 我既然答应过天宇 就不会是 天宇这么喜欢你 从今以后 你就守在他的墓碑旁 好到共同余生吧 妈妈 对不起 怎么了 你对我和月月这么好 妈妈要帮爸爸 你拿着笨 妈妈 咋能别提这事 妈妈要生气了 可是很难哄哦 妈妈生气生气 这是爸爸哄回来的吗 当然啦 那妈妈也太好哄了吧 连爸爸骗人 不能远远 远远说的对 妈妈真是太好哄 下次不能再这么轻易原谅你了 哈哈 我可不管是我下次了 走 走 二姐 二姐 你想干什么 二姐 是 我是许维 许维 哎 你怎么搞成这样 说来话长了 那个姐 可是现在 肉吃的吗 你这是饿了多久啊 爹 我妈一波 我说一个星期没给我饱饭啊 发生什么事了 爸和妈呢 还不是那个荣亚名 就是他图资创业需要资金 把咱们家的钱全都骗走了 最后连人家的房子对牙出去了 什么 妈这是最后一板药了 还不见好 不如我们去秋秋雨晴 他一向心软 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 正是因为这样 才不如去找他 啊 雨晴说的对 这些年 还为我们家 付出的太多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我们 过上了好日子 再说 如果当初 不是我们 不相信他 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 这都是我们自找的 妈 妈 妈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董家明在哪儿 长风已经派人去查了 你们这段时间就先住在这儿 虽然不大 但总比小龙好 可是 我们都来住在这儿 这啊不 那沐总 会不会不高兴啊 毕竟 我们以前 哎呀妈 二姐夫他很好说话的 你别看人家是总裁 其实啊 特别好相处 你现在知道人家好了 当初是怎么积累人家的 嗯 雨晴 以前的事 都是我的错 我真没想到 董家明会这么丧良心 等我找到他 我一定立刻离婚 大姐 你能开心自然是好的 你 这段时间跟我去管院办公 找着学生怎么又自己双手正气 哎 哎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欢迎夫人 至少不成功啊 你将得不托封的胸体给四位 基本的缩养了 啊 怪不得上次胸体 大家都对你那么关注 原来都是你最好好的呀 其实 那天领证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坦白 但后面了解到 你不接受有差距的会议 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你 哦 所以你这个意思是在怪我咯 怪我 怪我不够坦诚 走吧 怎么了 肠 没有肚子 肚子 哎 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我肚子里长了个东西 没事 不管我有什么办法 一定会把你最好的 医生说 七个月之后 他会长出肝股跟腿 而且 还会叫你快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傻子 我怀孕了 爸爸了 真的吗 你说真的 有天心成员了 太好了 啊 你这话 老天 Lead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你可不可以